大家好,我是陈猫,欢迎来到第二期的陈猫点评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作品吧 这几张是19年在学校拍的猫 我们先过一轮 虽然我是经常拍人像的 但是看到这些猫 我们就应该想到它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看一下这个 拍人像的时候也可以模仿猫的动作 猫女郎 你看躺下去 从屁股然后回头 嗯,很诱惑 这个趴在桌子上闭上眼 猫的动作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参考 没有妹子的时候 我们拍猫就当做拍人一样来拍 等将来有妹子了再去拍 你就会得心应手 我们看下一位 这位朋友想问构图和后期处理 需要改进什么 常规的过一遍图 不瞒大家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它是手机拍的 细节真的非常清晰 它的虚化已经可以以假乱真 它的动作有没有特别像小姐姐 停停玉立45度侧脸 但是眼睛这里大小眼了 拍的时候注意让它调整一下姿态 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你拍猫就是为将来拍人像打基础 我们看下一组 希望得到陈茂老师的指点 调色都是自己瞎调的 没有直接从预设上改构图 质感对称是构图和没有构图 我相信你还有九宫阁构图 大漠 孤烟值 长河 落日圆 这张构图非常不错 但是调色上要注意的是导影 不能比现实中的更加艳丽 这样会喧兵夺主 我平常拍这些景都是用手机 所以没有什么建议 享受摄影的乐趣就可以 乐趣是不需要改进的 希望陈茂点评一下调色思路很堪忧 看得出来这张是低饱和思路 而这一张是高对比高饱和的思路 你的思路是有的 从照片的颜色上也看得出来 真的是在瞎调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用预设 你想走低饱和的思路调色 那就用低饱和的预设去修改它 你想走高对比高饱和的风格 就用相应的预设再进行修改 总比虾条好看 我们再看下一位投稿 还没打开就已经吓到我了 蜜桃般的粉嫩嘴唇 加上诱惑的眼神 让我欲罢不能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它的热情 下一张 整体的照片看得出来 你很享受拍照的乐趣 有种春天的气息 春雨落下 春苗发芽 春风采花 春风得意 表达了你对春天的思念 就是思春 我们看下一位 希望听你讲讲这照片的缺点 抓虫子的一瞬间 高耸入云的大厦 非常妖艳的调色 城市清洁工 下海捞鱼 蓝天 雪峰 这一坨前景让我想起了 刘海党眼的学生时代 我们来整体过一遍 上山 下海 扫街 建筑 打鸟 还差人像 你就可以圆集了 圆满圆满圆满 拍照的灵感太少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进步 灵感呢 是靠触发的 你要去多看 让自己的灵感 被某些东西触发了 那你就可以拍得好看 就是要多看别人的照片 这张衣服的细节没处理好 有点像驼背的样子 但是小姐姐还是特别好看 手托下巴显小脸 非常好的动作 这张的角度没找好 我们看鼻子的影子 托得太长 像鼻涕 但我们后期能力还不够 一定要少拍 测光的 风险很大 而且这些杂物 现场应该也要清一下 调色就这一张 调得特别舒服 怎么样才能进步 就是要多拍 多看 多修 没有捷径 亮变引起 自变 看下一位 老师 你好 我刚刚开始学习拍照 拍了几张感觉不错的照片 请你指导一下调色 我们整体过一遍 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像彩点摄影师 最好写上地名 我们搜索的时候能搜索出来 假如我想去这个地方拍照 我肯定要搜一些参考照片 而你拍的这些就是非常好的参考 所以你是非常优秀的人像彩点摄影师 这里放个人 大片 上个人 大片 人站在这里 非常好 调色也和之前的建议一样 用预设 好我们看下一位摄影 猫哥我想请教一下调色和构图 过一遍 正晶晶晶的构图 调色 多用预设 我们看下一位 这几张算是我近期调的照片 虽然照片没有空在5M内 也想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摄影在我的分类只有职业和业余 我不知道专业的彩虚图 我不知道专业是哪一类 照片的彩虹贴纸非常强眼 如果你知道彩虹背后的真正意义 我相信你会把这个贴纸撕掉的 调色是服务于你的题材 你这个只是普通的记录 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色 简单正常的色彩就可以 对角线构图 高饱和 这个角度就非常好 初学者都应该学一下 这种在树木下面随直往上拍的角度 好 我们看下一位 这是我拍的朋友和老姐 想请教一下调色和光影思路 第一张有虚焦人物头发往下踩一点会更好 第二张是我室内拍的老姐 请问一下面部的液化和光影 该更进一步处理 光圈是不是开的有点点高 另一只眼睛被虚化 直接看图 我们下面把人踩到脖子 那上面应该也要踩多一点 这就是古时候常说的阴阳结合 上面是阴 下面是阳 然后 哦不对 是阴阳平衡 上面结了阴 下面又结了阳 所以相应的上面也要结一点 整张画面才会平衡 不会头重 脚轻 这张照片整体的感觉还是很好 这不叫模糊 这叫艺术 你这张老姐的照片 我的显示器非常好 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一点点的差别 但是一般人的显示器或者手机 可能这里就全黑了 只要注意这些暗部的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需要结夫吗 拍特写的话 那肯定另一只眼是虚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光影如何处理 这是非常大的学问 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告诉你 如果方便的话 你把你老姐的微信推给我 我跟他讲一下怎么处理光影 好吗 好 下一位 各方面都想请教一下陈茂老师 各方面 包括上下两方面吗 看了这张照片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这张照片你反图的时候 问一下小姐姐的意见会更有用 我们看一下这位摄影的 哇太棒了 哇太棒了 哇好棒这张 哇 amazing 大家知道为什么男朋友都很反对自己的女朋友去拍这些写真吗 你想一下把这些照片发出来 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说 哦太棒了 你女朋友好棒啊 请问有哪个男朋友喜欢别人这样夸他女朋友的 所以有一些人不喜欢拍写真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他 但是这一组照片是真的非常棒 摄影师拍得很棒 调色也很干净 人生中第一次震惊拍姑娘给点建议 第一次你就拍腿 看来胆子不小啊 这个就非常细节 很动感 这张角度测一点会更好 直直拍显得人有点矮 这个角度非常绅士 给我一种油爆枇杷半遮面的诱惑感 作为第一次约拍你是拍得非常优秀的 你找了一个颜值非常高的小姐姐 人像三要素 最后你还拍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而且你的调色看上去并不像是新手 所以你第一次的拍照是非常成功的 后面继续顺着你现在的思路继续拍下去 你非常清楚你的路要怎么走 你不需要我的提醒了 可能我更多的是提醒屏幕前的各位观众 挑好看的模特 好看的衣服 好看的题材 不会修脸的话 拍好看的腿 好看的手 好看的锁骨 再加上大虚化 再套上好看的预设 这样一来 你的第一次就不会手忙脚乱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的点赞 关注 转发 评论 我们下期见 拜拜